花蓮市公所20号下午邀请到金鼎奖作家李如青在独立书店海好书屋 举办了海的秘密讲座 面对面跟花蓮读者来分享他在创作的心路历程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往聆听 这女的她开始上老金 也因为她组织了整个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支海军陆战队 花蓮市公所推广海洋教育不遗余力 除了每年举办颇受好评的海事生活节 这次也特别和独立书店海好书屋合作 邀请金鼎作家李如青到书店举办海的秘密讲座 我从如青老师之前在画棋与王横山的时候就知道老师了 所以他的画作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拼看看他讲的郑和夏夕阳里面 船里面的种子种菜 我觉得可以看拼到老师本人来讲 这个绘本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荣幸主要是要谈两个 第一个是奇遇王 很久以前在从花蓮这个地方所延伸的一个题材 叫奇遇王 因为这个故事延伸了很多跟海洋有关的 以至于郑和夏夕阳这个故事 其实是来自当年的一颗小种子 郑和夏夕阳的这个故事 它里面其实秘密太多了 郑和夏夕阳的秘密非常非常的多 我只讲其中一个 但是会帮很多其他的秘密做一个线索 让大家来发现 因为我觉得孩子最棒的礼物是让他发现 站在花蓮施工所的一场 也希望我们图书馆能够办理更多 让亲子或是孩子能够更具有意义的一些活动 那我想也希望说市民如果看到我们的一些 不管是未来我们办理的活动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让大家能够不管是守护海洋 或是守护这片土地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爱护花蓮 李如青为了创作 曾经搬到花蓮展局五年 蹲点花蓮港跟着船长出海 访问多名体育标手 甚至学潜水 与花蓮情缘相当深刻 而他也将这段经验创作成体育王绘本 在各处演讲就是希望推广海洋教育 勾勤民众兴趣尊重海洋 就是他最大的欣慰 记者许立琴 欢联系报导